最终评论与您平息而论 大家好 我是宋忠平 俄乌军事冲突进入到了第43天 我们今天继续和大家来聊一聊 俄乌军事冲突 我们首先来看两条突发新闻 一个就是美国当局再次向台湾进行军售 又进行各种各样的军售 以及相关的军售的服务工作 这完全就是在挑衅一中原则 在粗暴干涉三个雷恶恐报 那么与此同时的话 美国众议院的议长佩洛西 在本周日将会率团访问台湾 这是一个重大的政治事件 美国的众议院 尤其是佩洛西这是一个现任的议长 率团访问台湾 这其实就是要从事实上来承认 台湾是一个政治实体 这本身就触及到了中国的红线 那么在这个问题上的话 中国外交部包括解放军 将会做出严厉的反应 换句话来讲的话 台海不太平 现在俄乌在不断地进行军事冲突 那么印太地区现在也酝酿着 另外一场军事冲突 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聊一聊 不洽事件 不洽事件现在还在持续的发酵 我们来看 克里姆林宫在目前这种形势比较紧张的状态下就指出 将会在今年的5月9号继续来举行胜利阅兵 这是一个传统 每年都会举行一次 之前有传言说 顿巴斯的问题将会在5月9号之前结束 现在距离5月9号还有大概一个月的时间 看一看俄罗斯在这一个月期间 是不是能够解决顿巴斯的问题 也就是维护顿巴斯既有的行政边界 这是普京希望看到的一个结果 另外再来看一看 英国外交大臣就口出狂言 说和俄罗斯接触的时代已经彻底结束 这个话其实说给谁啊 说给北约 说给欧盟 尽管英国已经不是欧盟成员国 但是英国还希望对欧盟 对北约发号施令 代表谁 代表的是美国 所以这个特拉斯也就是英国外交大臣 这个女士呢 她就不断地在提醒 之前和俄罗斯之间的友好关系 已经彻底归零 这个话的意思是什么 俄罗斯就是敌人 就是我们共同的敌人 法国外长现在也在不断地表态 说俄欧冲突爆发 导致欧盟觉醒 北约复兴 这里面其实所提到的一点的话 就是欧盟呢 看来感觉到俄罗斯是个威胁 同时北约复兴 其实我们要明白一点的话 作为法国来讲的话 是个另类的国家 为什么他提出北约要复兴 但是北约的复兴 并不是在美国的领导之下 而是应该在欧洲人领导下的北约 北约其实它是一个欧洲区域的军事组织 而并不应该成为美国在全球 来进行遥控指挥的军事组织 所以法国和美国争夺北约的控制权 这个激烈程度将会进一步的加剧 我们来看另外的消息 乌克兰政府就指出 对俄罗斯的战俘是拒绝遵守日内瓦公约 这个话其实是非常不应该说 但是乌克兰当局竟然说了出来 这个意思就是将会对俄罗斯的战俘实施虐待 这种虐待的话是完全违反日内瓦公约 关于战俘的相关条约 这个事情一旦出来之后的话 乌克兰政府将会是身败名列 毕竟日内瓦公约得到了世界几乎所有国家的公认 也就是不允许虐待战俘 北约国家对下一步如何对待俄罗斯存在分歧 这个分歧不仅仅是在法国 德国 另外包括你像芬兰 土耳其 还有其他一些国家 其实也都存在一定的分歧 包括匈牙利 奥地利这些国家 所以我们所看到的就是 北约内部其实也不是铁板一块 另外有一位美国的军事专家 这位美国的军事专家 曾经是在联合国伊拉克武器核查员 叫里特 他就指出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 正在坚决地走向胜利 他说按照自己的经验 他说我在这个领域有丰富的研究经验 那么毕生都在研究军事地图 所以他通过地图的研究 他认为俄罗斯军队一定会取胜 相信这个话说出来之后的话 美国五角大楼一定不开心 为什么 因为美国的军事专家在帮助俄罗斯 在摇旗呐喊主要 再来看一看 更多的国家在不断地向乌克兰提供军事装备 你向英国考虑向乌克兰提供装甲车 之前说提供的是重型火爆 现在这种武器装备将会是越来越多 还有乌克兰希望得到的是 一百辆德国黄鼠狼步兵战车 德国说我准备给你一些战车 但是这些战车是老旧的战车 乌克兰的意思是不行 你不能给我送餐 我要点餐 什么叫点餐 我想要什么就要什么 黄鼠狼战车比你给我提供的战车要好得多呀 所以我需要的是黄鼠狼 而不是你给我提供的老旧的步兵战车 美国向乌克兰军方提供了一百架弹簧刀无人机 这个无人机也是自杀式的无人机 所以我们能看得出来 现在西方国家在不断地火上浇油 俄乌之间的军事冲突 由于部下事件之后的话 不仅仅没有停歇 还会继续愈演愈烈 还有很多的内容 我们没有时间和大家说 今天晚上八点抖音头条的直播 我们继续和大家不见不散 今天晚上八点抖音头条 不见不散 再见 今天晚上八点抖音头条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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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